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Unit 107,Chapter 12.5,Negative phrases we often use,常用的否定词惯用语。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和否定词有关的惯用语,也值得您注意咯。 就让我们简要探讨这些否定词惯用语,作为对否定不舍得道别吧。 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否定词惯用语是anything but,或者是anything except。 这里的but或者except是做介绍词用,所以后面点点点的部分需要填上一个寿词。 整个来说是一个片语型的介绍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是任何的anything,任何的事物,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所以我们中文将它翻成绝对不是或者是绝非。 请来看到例句,Mr. Winter is anything but a genius. 东子老师绝对不是一个天才。 anything but后面加上了一个名词片语,a genius当作他的寿词。 除了我们可以用名词片语当作anything but的寿词以外,我们也可能放上一个名词,代名词,动名词片语,等等。 No.2 Nothing but 你可以看到这个常用的否定词惯用语。 它的意思呢,刚好跟刚刚所谈到的anything but是颠倒的。 为什么呢?因为anything是肯定的,nothing则是否定的,but它也是一个否定的。 所以字面上的意思是,nothing,什么都没有,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当然你可以把它写成nothing except。 那么这同样也是一个偏语形式记忆词,后面一样要接上寿词。 由于是两个否定,所以合在一起,它变成一个很强烈的肯定。 绝对是,或者是,不过是。 来看到例句,The influencer is nothing but a liar. 那个网红,不过是个骗子。 nothing but,后面加上了一个名词片语,a liar,当作它的寿词。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过的名词片语以外,你也可以用名词,代名词,动名词等,当作nothing but的寿词。 No.3 Better than to 这是一个副词片语。 字面上的意思是,比起去做后面to...这个不定词的动作, 那么主词的表现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主词不会笨到去做不定词的动作。 现在看到例句,I'm better than to be a slave of money。 字面上的意思是,我比起去做金钱的努力要比较好。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我不会笨到去做金钱的努力。 Better than to,后面填上了一个圆形动词的be。 No.4 Cannot to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文的片语。 由于前面的can not是由主动词can加not所构成, 所以我们可以将整个这个片语看作是一个主动词片语。 OK,那can not由于是主动词, 所以后面的点点点要填上一个圆形动词。 而to在这里表示tie是一个否定词, 它是一个副词, 所以后面的点点点我们一般会填上一个形容词或副词, 以便让它来修饰。 那么由于can not是一个否定词, to又是一个否定词, 所以合在一起, 它变成了一个很强烈的肯定的片语。 由于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不能够零点点去做tie怎么样, 所以我们中文将它翻成, 应该尽可能怎么样, 或再怎么样也不为过。 是一个相当语气强烈的肯定的片语。 请您来看例句, One cannot be too careful in marriage。 一个人在婚姻选择上, 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 您可以发现到can not后面填上一个圆形动词be, to后面则上, 则出现了一个形容词careful。 No.5 Fail to 由于fail是一个动词, 所以这个fail to, 它是一个动词片语。 那么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去做不定词的动作, 它失败了。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否定的含义的, 未能够如何。 那么由于后面的to是一个不定词的符号, 所以点点点的部分应该要填上一个圆形动词。 请您来看到例句, My sister failed to pass the entrance exam again.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我的妹妹在通过入学考试这件事情上面, 再一次的失败。 我们中文将它翻成, 我妹妹再一次未能通过入学考试。 Fail to后面加上了圆形动词pass。 No.6 Fail and far between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在什么什么之间, 它很少又很遥远。 这个between本来是接一词用法, 但是后面的授词习惯上被省略了, 所以它后面就不再接授词了。 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词词语, 我们将它翻成相当的稀少。 请来看到例句, This kind of man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n today's society。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 那么这样的人, 他是相当稀少的。 请您注意到哦, Fail and far between, 它是一个否定的惯用语。 No.7 The last 为什么这是一个形容词片语呢? 因为在这里的last 是当作形容词用修饰后面的点点点。 那么它为什么翻成绝部呢? 字面上的意思是, 在所有的选择中, 它是最后的一个。 所以我们中文将它翻成绝部, 请来看到例句, Mr. Winter is the last man I will marry.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子啊, 是最后的一个男人。 什么最后的一个男人呢? I will marry. 事实上这是一个形容词句, 它省掉了关键期代名词, Zat。 他来修饰 the last man. 所以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东子啊, 是我会去嫁的最后一个男人。 所以我们中文啊, 讲的翻成很强烈的否定的意思, 我绝对不会嫁给东子的。 这个女人显然相当的有智慧。 The last后面, 请要加上一个名词。 在这里, 我们很明显地加上了一个名词, man. No.8. There is no V-I-N-G.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英文的句型, 它有所谓的区的主词, Zer, 然后有动词, 事实上后面的No V-I-N-G 才是真正的主词啦。 OK, 所以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没有这个动名词的动作, 也就是说, 这个动名词动作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中文将它翻成 不可能去做V-I-N-G的动作。 而事实上, 这个句型, 您常常会发现它的省略的形式, 那就是把There is 省掉, 直接用No, 而且大写, 然后叫V-I-N-G。 那它的意思就会变成更强烈的 禁止不可以的意思。 OK, 我们来看到V-I-N-G. There is no knowing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对于啊,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可能知道的。 在这里的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当作knowing 这个动名词的受词。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 不可能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到 There is no knowing 这个 No 后面接的是一个动名词 knowing No.9 To To 看到它, 你一定会觉得 十分的亲切 是的, 它是一个相当有名的 片语 那么第一个TOO 它是一个否定词 表示太 是一个副词 是一个副词 所以它的后面 会填上一个形容词 或者副词 让它的修饰 第二个TOO 是一个不定词的符号 所以后面呢 要加上原形动词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去做不定词的动作 是太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 这种否定的太怎么样 以至于不能怎么样 是一个形容词片语 或者是一个副词片语 我们来看到例句 Mr. Winter is too old to be my grandfather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东子老师是 太老了 什么事情太老了 to be my grandfather 当我的祖父太老了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 东子老师太老了 不能当我祖父 你可以看到 to后面接上的形容词 old 第二个to 后面则接上原形动词 be No.10 Without fail 字面上的意思 without没有 fail 请您注意到 它在这边不是当动词用 它在这边是当作名词用 是当作without的受词 照理说 fail是个动词 它的名词应该写成 failure失败 后面应该叫ure 但是在这个习惯用法里面 我们不用failure 只能用fail 那么您也知道 习惯用法 它优于文法 所以 请您务必要写成 without fail 不要写成 without failure 那么在结构上来说 这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那么它整个是当作 负词用 由于without 是一个否定词 fail 在这边的意思也是否定的 所以字面上是没有失败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 很强烈的肯定的 一定 或者务必的意思 OK 我们来看到例句 we must get to the summit before 10 without fail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啊 在十点钟到达这个山顶 这件事情上 是没有失败的 所以我们将它翻成 我们一定要在十点以前登顶 那么您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without fail 它有加强must的语气 来修试 get to 东子小教师提醒您 常用的否定词惯用语 意思 不一定都是否定的 要看构成元素中 有几个否定的部分 今天东子小语 要献给您的是 bad news travers fast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坏的消息 它会啊 旅行的很快 我们中文一般将它翻成 坏事传千里 而事实上 这个谚语 它有一些变形 你也可以将bad的这个词 改成了意思一样的evil 邪恶的那个词 那么在这里的这个fast 你可以改成意思一样的 apace apace 也是快速的 而travers 也有人将它改成runs 所以它变形还蛮多的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 您会有坏事传千里的 那一个时间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